所以佛教是教育 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来学佛 佛里学什么东西呢 说简单的 说明白了 求两样东西 一个求智慧 一个求佛德 不论你是哪个宗教 哪个族群 哪个国家的人 你都想求智慧 都想求佛报 佛这个学校里头有 专门教你这两样东西 所以与你信仰宗教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在宗教里头 跟教主神的关系 是父子关系 主仆的关系 在佛门里头只有一国关系 私生关系 释迦牟尼佛是老师 我们是学生 我们是这个关系 菩萨是已经成就的学生 我们是促虚 所以佛法呢 它也有初级班 有中级班 有高级班 我们是初级班 人天 中级班是声闻缘求 二臣 高级班是菩萨 全部都是同修 这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佛教里头没有迷信 世尊留下的经典 都是教科书 这个教科书确实 里面有生前 不一样 有教菩萨 有教声闻缘求 有教初学 我们应该从哪里学起呢 要从初学的学起 不可以 一开头 我就学大臣 大臣 学不来 学不想 就好像你想学上学 小学不愿意 中学也不愿意 一下就想上大学 就想上研究所 多了一辈子 都没办法毕业 精力 时间都浪费掉了 这是错误 所以世尊 在佛藏经里面 有一句很重要的开始 他说佛子 就是佛弟子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叫非佛弟子 社加福不承认 为什么呢 你没有 循序渐进 好高无远 你不可能 听就 佛就把话说定了 对我说 他说佛子 你不可能 他说佛弟子